音楽 各位同心 現在開始上課了 大家請坐 各位同心 現在開始上課了 大家請坐 各位同心 同志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 來跟各位學員 來分享今天的課程 今天的課程 之前 來向大家來介紹 現在我們看到的 這是我們 當今的 風土和風 我們看到我們這首席 那有兩百度 這首席的是美國總統 選擇舊舊舊的土 這邊的房居 房居就是 我們風土和風土的地方 那不是兩隻狗仔的地方 那兩隻狗仔是 在那個風景裡面 這港幣裡面的現在的豬廊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投影片看到的 風土和風土 基本上 我們對外 外人來說是說 日本天皇但是這是我們的家長 我們要標示說 我們的身份 我們的 國際地位 身份來說 我們要對他們 要請 金上閉下 為什麼 像我們自己的爸爸 媽媽 我們可以對人說 譬如說 譬如說我是生恩 我的爸爸是恩母母 可以對人說 欸 這恩母母 不行了 這要說 要轉一下 這是我們爸爸 這是我們媽媽 爸爸媽媽 我們看 自己的爸爸媽媽 不可能直接叫名 這是一般 我們要注意 就是 禮謀 因為什麼 因為我們 跟風土和風 是同一國的 不會對外人 外人 外人是說 日本天皇 這是我們的家長 所以 基本上 叫金上閉下 好 來 今天的第二棒 台灣 法例 我本人簡單介紹 我叫 我們請字 我們誠字 我出席在 教學 47年 民間務法例 學院第13期 初期班 高級行政班 是第一次 好 來 這簡單介紹 庫庭 裡面 聽有 我們的 單位 請贏手 贏手 我看一個通編 謝謝 聽有 北京的 就是普通的 請贏手 謝謝 有 我們高山的朋友 這一期有沒有高山的朋友 有 那個 台語聽得懂嗎 不太懂 OK 那我就 基本上 兩個 交叉 但是基本上 還是用 華語 我很不喜歡用華語 但是 我是想說 讓我們高山的 同心 能夠了解法理 所以 我就藉這個方便 就講 普通話 前導介紹 面間 親上 畢嫁場所 陳明 陰形的詞語 為什麼叫陳明 陳明就是 我們現在的身份 其實 沒有什麼改變 是因為 身份 跟我們的國籍 被懸置起來了 大家也知道這幾天 我們三天 上下的一個課程 大家有一個觀念 就是說 我們現在是被 美國 佔領中 美國軍力佔領中的話 我們就是 接受 盟軍 就是 就是讓和平了解所 受下的一些 處分 就是 我們國家 四分五裂 四分五裂就是 就是 從 北方四島 到 現在的日本國 範圍 祖島 到 沖縄 到台灣 新南群島 還有南極 這一部分來講 大家都是四分五裂的情況之下 變成說 各自不同 所以 暫時 我們現在是 就是等於 2009年 那一年 世界七號所 下來判斷 判決就是說 我們目前沒有國籍 但是我們 如果恢復正常的時候 我們國籍是 大日本帝國 不是日本國 待會會做一個 初步的介紹 殷勤 殷疑 就是禮貌 這是去年 黃季2673年 這是大家要記住年 黃季2673年 2013年 12月23號 面見金商陛下註壽的寫真 為什麼台灣民政府 內閣 包括我們去參加的人 為什麼站在第一排 身分 我們的身分是 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所以可以站在第一排 我們 比較晚去 他們一大早 日本國的 國民 一大早就去 在那邊排隊 可是我們 後來去的 他這個位子 就留給我們了 因為我們是臣民 那面見大日本帝國陛下 標準呢 就是鞠躬 鞠躬 穿整旗 鞠躬 不是握手 態度決定身分水準 介紹一下 這是丹麥的王族 這是英國 戴安娜王妃 習近平 跟歐巴馬 還有 那個 韓國的那個 李明博 你看到他們的 那個標準就知道 有沒有遵守國際禮儀 你看丹麥王族 跟英國 那個 戴安娜王妃 見陛下的時候 當然 歐巴馬 他這樣子 他是 反正 陛下已經伸出手來 就跟他握 可是他基本上還是 堅持要驅躬 這是標準的禮貌 穿著要注意 我們面見金上陛下的時候 要穿著整旗 不要露出腿 穿大 穿那個短裙這樣 不太適宜 這不是錯的 穿法 正確是要穿這樣子 這是女生的穿法 男生一樣 要穿整旗 世界元首位階來講 我們大治平一國來講 是 絕對金主制 在 太平洋戰爭 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我們的國家是絕對金主制 現在的日本國 叫做二元制 二元制就是虛位效忠 那 皇帝的地位一樣是不變 他是跟 那個 羅馬教宗 差不多 可是 比羅馬教宗稍微大一點 那 比 英國女王大 美國總統大 然後再來是總理 他不叫首相 因為他叫做日本國 目前還是不正常的國家狀態 所以他只能叫總理 什麼叫首相 比如說大日本帝國 將來正常了 那 護長是我們 那 從這裡選出來的 由 金上陛下任命 他就是大日本帝國的首相 這將來 就會看到了 那 金上陛下 羅馬教宗 英國女王 美國總統 那 日本國總理 資納數據 為什麼資納數據在這裡 為什麼不是在上面 因為中國 也是 不正常的 國家狀態 那 同心學員要 互相來共勉 因為我們是 陛下的臣民 因為我們 跟金上陛下一樣 世界國際地位是相當尊貴 所以將來 我們的國家 台灣 國際地位正常化 日本國 國際地位正常化的時候 我們 在 世界上的 地位 就要注意了 所以為什麼 我們要 特別留意我們自己 本身 在國際場合上面的 一個 基本上的 一個水準 因為 我們跟陛下一樣 是受人尊重的 我們自己也要 要留意自己 那我們 我們真正的身份 什麼 Formotion 就是Empire of Japan 要記住 這是剛剛的方代版 沒有禮貌 如果他 如果沒辦法鞠躬的話 照他們 中國 五千年 他們講五千年 其實 中國 實際上歷史 只有幾十年而已 他可以照他們的標準 就是這樣 可以跪著 那本土台灣人的 忠劣詞在哪裡 忠劣詞 忠劣詞 是在這邊 靖國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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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靖國神社 記事的是 二十四的大陣時間 為國捐去的 台灣英靈 有 三萬九千一百位 由日本人 永生敬拜 那台灣人 是不是日本人 台灣人也是日本人 要記住 我剛才一開始講的 我們只是因為 暫時被宣制了 宣制 然後由美國 主要佔領 現在目前是委託 這個單位 不叫中華民國 他叫做 台灣治理當局 是根據台灣關係法 他的名稱叫 台灣治理當局 所以 當我們在媒體上 看到這些 所謂的 流亡政府的官員在講 他是台灣台灣的時候 你要在後面刮虎 台灣刮虎 治理當局 他只是治理當局 民間機構而已 代理 美國 政府 佔領台灣 管理台灣 那管家權 他只有管家權而已 他們並沒有主權 主權跟主權管家權 是不一樣的 這忠烈詞 他們的忠烈詞 沒有二四世界大戰的 為國捐去的英靈 連被強拉去打 國公內戰的台灣人 都沒有在裡面 包括那個花蓮 花蓮 我們記得有那個 空 就是開飛機 去撞山的 那家屬要求說 看可不可以放 種烈詞 結果呢 不行 為什麼 因為台灣人 不是中華民國的人 所以他 並不可以進去 他原因就是在這裡 他是去年的 合照 那我們看到 安倍晉山 他在去年 12月26日 早上11點半左右 他抵達靖國神社 那現在 最近這幾天 我們在Facebook 臉書上 有 流傳的這個影片 大家有機會 在臉書上也去看 那 安倍晉山他去的時候 你看到他所穿的服裝 他那個 領帶 是銀色的 注意一下 他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崇高的敬意 那我們看到他 跟 我們台灣民政府 內閣人員去 去的時候所帶的 顏色巧妙的地方 在哪邊 看 大家是不是銀色的 那他 我相信 他也知道 他為什麼帶銀色的領帶 他其實有一個意思說 他心 跟我們是在一起 他知道我們 當然他的助理也有來參加過 我們 台灣民政府的 的那個 課程 那 靖國神社裡面 有三萬九千名的 Promotion 就是台灣英靈 裡面有線燈 當然也有那個 戰墨馬衛靈 這是北白川 親王的那時候的 所立的那個 戰墨馬衛靈 那 軍權也有 通通有在裡面 那當然也有鴿子 鴿子是什麼 鴿子為什麼要衛靈 對 傳遞訊儀 學很正確 OK 那媽媽 媽媽也很重要 先生 家人 男人 出去打仗 媽媽在家裡 是屬於後輩的 媽媽是最重要的 因為孩子 還有家庭 整個維持 媽媽一樣 跟前線的戰士 一樣偉大 母親是戰士偉大的後盾 日本國驚訝 美國的國務卿 跟國防部長 突然 拜訪千島元 這個新聞是在 去年的 10月3號 早上 他就是到 那個千島元 靖國神社參拜 他這個意義在哪裡 這篇意義在哪邊你知道嗎 他意義就是 美國跟大日本帝國要做大和解 為什麼要大和解 因為是有誤會 才會誤解 那 這個原因 非常長 那起因就是在南京事件 因為當初 1922年華盛頓 海軍 裁軍協議的時候 就是裡面 有五個主要國家 那把亞洲大東亞部分 秩序的維持 就像美國現在負責是聯合國 維和任務 那當初 國際聯盟的話 是把 亞洲大東亞維和任務 是交給大日本帝國 那就是因為 南京事件被抹黑了 那 就是讓大日本帝國的皇軍 就是變成 被視為很像 賓拉登這樣 類似這樣 所以就是一直被壓制 被壓制 壓制到最後 產生了 就是累積的能量 變成一場 不可避免的大戰 那 就是 經過後來的調查 美國也知道了 原來大日本帝國 是被陷害 抹黑的 那我們看到 大日本帝國憲法裡面 他第一章是天皇 第一條 第二條第三條 第四條第五條 他裡面裡面他所 這個憲法是代表什麼 國體 就是 明治憲法 大日本帝國憲法 它的旗子是日之丸是什麼 哪個顏色 紅豆色 紅豆色要記住 那日本國的國旗 跟大日本帝國的國旗 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政體不同 因為和平憲法改制 明治憲法 改哪一條 第四條跟第九條 我們剛剛看到的 第四條 國家的元首是 陛下 金上陛下 他 就是說等於 一個國家的主要領導人 那現在日本國就是 把這一條 修正掉 這等於 因為根據 舊金上和平條約 就是天皇 他不能 過問 國家 大事 變成說 這一條就被宣制掉了 那還有第九條 第九條 第九條是宣戰權 日本國的憲法 把它修正為 放棄戰爭 等於 只有一個自衛權 那效忠對象不同 他是虛偽效忠 知道 你的存在 可是他 不見得 會照 陛下的 來做 那領土範圍不同 日本國的領土範圍 有 北海道 本州 四國跟九州 大日本帝國的國土範圍 比日本國領土範圍還要大 那安倍晉三 安倍總理在講 2020年修憲完成之前 日本國仍處於 不正常的國家狀態 因為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是因為戰爭的因素 被壓制 大日本帝國的憲法簡介 他是 日本基於近代的君主立憲 制定的首部憲法 公佈於1889年 明治22年2月11號 並於1890年 明治23年 11月29號施行 該部憲法 也被稱作 明治憲法 或是帝國憲法 相對於日本國的憲法 也被稱作 舊憲法 戰檢憲法 所以你看到 舊憲法跟戰檢憲法 就是 日本國的國民 他講的 可是基本上 我們對這部憲法 是明治憲法 跟帝國憲法 所以台灣 需不需要自憲 不需要 因為我們有根本憲法 就是 明治憲法 憲法已經在這裡了 當恢復 國際地位正常化的時候 明治憲法 就已經出來了 所以我們需要 制定的是什麼 台灣基本法 那 為什麼要辦 台灣政府 經變身份證 因為 那一張 是能夠證明 我們是被 美軍 佔領中的人民 而且是合法的 合法證明 因為那個晶片 只有 美國國土安全部 才能夠製作 我們台灣沒有辦法做 他那個機器 光那個機器就好幾億了 而且那個非常精密 只有美國國土安全部 才能夠授權製作 那 儘管這部憲法 名稱帶有大日本帝國的文字 我們剛剛看過那個 但是 並不是當時 日本正式的國號 是一直到 昭和11年 就是1936年 日本的國號 才正式統一為什麼 大日本帝國 那 憲法的造書 跟憲法的本文來講 是憲法的 憲法跟那個 憲法的造書來講 是憲法的造書 比帝國憲法還要高 是因為 為什麼 是因為 是經由 憲法造書 來讓 帝國憲法 施行 所以 他頒布之後 這等於他的造書 是比憲法大 那 明治憲法裡面 他有七章七十六條 所以 皇帝的造書 權力 比憲法 比憲法 帝國憲法還高 這一點要記住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1945年4月1號 是經由昭和陛下的行憲造書 讓本土台灣人有參政權跟參戰權 然後直接進到大日本帝國的 國體跟政體裡面 那憲法簡介裡面 他這個日本國的憲法 他是經過 經由 第七十三條 日本的那個明治憲法也七十三條 憲法修改案 改成 全新 面貌一新的日本國憲法 他是在什麼時候公布 1946年11月3號 為什麼 他這個 他這一天公布是在做什麼 是為了 將來的 為後來的 日本國 的成立 做前日公布 他 制定日本國的和平憲法 是經由明治憲法的第七十三條 修正案 去把它修改的 那根據日本國憲法98條一項 在大日本帝國憲法前提下 成立的法令 作為與新憲法相違背的內容 與大日本帝國憲法同時失效 只要沒有違反新憲法的內容 那有舊法令 在日本國憲法施行後 仍然有效 所以 像 我們台灣有一句話 辛勒無疾 古勒無疊 新舊相衝突 是以新的為基礎 那為什麼 明治憲法 沒有施行 剛剛我也講過 他是因為 戰爭的因素 被 壓制了 並不代表 明治憲法消滅 也不代表 大日本帝國王國 為什麼 因為只要 大日本帝國的皇帝 存在 大日本帝國的國體就存在 這是很重要的觀念 只是說被選制 並不代表王國 很多人 我們外面想說 大日本帝國已經亡國了 不對 他是被選制起來 恢復正常之後 大日本帝國就會重現 那日本國的憲法簡介 他為什麼 他是為了要消除 因政府行為而再次發生 漲獲 才宣布 主權處於 國民 並制定本憲法 但是我們知道 他這個主權是什麼意思 主權管理權 因為主權仍然在誰手上 經商陛下的手上 那日本國新憲法裡面有十一章 一百零三條 他修改後呢 他再有第九條的放棄宣戰權 包括第四條也修改掉 並增列西方普世價值的男女平權 跟自由平等觀念 這是和平憲法跟民治憲法裡面 所不一樣的地方 大日本帝國跟日本國的憲法史 與台澎群島的關係 大日本帝國戰敗 但是沒有滅國 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因為戰敗被占領者美國壓制 沒有被取消 台澎群島並沒有因為有效文件 包括舊金商和平條約 脫離大日本帝國架構 而是日本國脫離大日本帝國架構 提早獲得自由 因為就是讓和平條約 他其實主要的是釋放日本國 重新獲得自由 但是當時他是把沃群島跟台灣 先留在大日本帝國裡面 那就是讓大日本帝國跟沃群島 留球沖繩來背負這個戰爭 在償還的責任 1972年5月15號 琉球民政府 他是因為帝國 台澎群島被佔領 沒有本土政權 只能加入日本國提早獲得自由 那就是現在和平條約只局限於哪裡 和平憲法的地方 就是現在日本國的地方 目前大日本帝國主要政題在哪裡 台澎群島 台灣民政府 台澎群島 目前是大日本帝國唯一的副長 我還記得我們是和平的 我們是和平的 我們是和平的 我們是副長 因為什麼 大哥跟二哥都離開家裡了 留下我們我們最小的 我們家裡 所以處來的 我們家裡面 所有零零種種 包括有權利就有義務 我們就必須要把戰爭在一間扛起來 但是將來 我們大日本帝國一切要做處理 他們為什麼要恢復正常要回來 其實很重要的原因 在我們家的後院 也就是在新南群島 發現了全世界最豐富的資源 可蘭冰 他是那個細菌所呼吸出來的甲烷 經過海平面去壓制 所產生的那個 使用度比瓦斯還要高 那石油儲存量也僅次於波斯灣 所以基本上來講 為什麼他們想要回來 因為他們也想要分離北根 講實際的情況是這樣 本土塔人才是真正的本土 真正的大日本帝國皇民 至今還在政治戀獄當奴隸 償還大日本帝國的戰爭在 尚未簽署和平條約 剛剛有講過 他那個當時所代表的吉田茂 他是代表誰 代表日本國的政體 就是1946年所那個新憲法 和平憲法那個國體 那個政體啦 那個政體代表去簽署 就金山和平條約 而不是他代表整個大日本帝國 因為大日本帝國那時候 基本上已經沒有任何官員可以去代表了 所以派吉田茂去簽 大日本帝國的國境跟日本國的範圍 一看就知道 這是現在日本國的範圍 在只有這個地方 他沒有包含哪裡 北方四島 南華泰 還有祖島 那時候為什麼有朝鮮 是因為日韓並和條款 就是由大韓帝國的那個皇帝 透過他的總理 李丸用 跟我們的大日本旅國的室內正義 兩個去做代表做管理權 他把朝鮮半島的管理權 永久割讓給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 這一定要記住 就是管理權 只有管理權 主權仍然是保留在那個大韓帝國裡面 好 那沃基奈娃 台灣還有新南群島 當然後面還有一個南極 南極是在就金山和平條約第二條一款 他是什麼 宣示權 宣示權是現在的日本國 他是放棄 他為什麼 他已經脫離了 當然是放棄宣示權 可是那個宣示權他保留在哪裡 我們的金上陛下那邊 1905年2月22號是祖島日 那網路上他是講日本國對不對 要不要給他更正 他叫大日本帝國祖島 他是祖島是大日本帝國大皇帝的 不是日本國的 他當然是沒有辦法 那想起請見新台灣論第79到88頁的內容 Takashima belongs to Empire of Japan 要記住 大日本帝國的那個日之丸 顏色剛才也講過不一樣 那這個 這個 這上面叫什麼 日之丸三兄弟 這是柏劉 日本跟孟加拉 柏劉 他是在大洋洲 這個跟我們大東亞工農圈 裡面有很深層的關係 這是日之丸 孟加拉國旗 孟加拉國旗 也是日之丸 遼國 在東南亞 這個也是日之丸 尼日在非洲 他也是取用日丸 拿色卡比對 不一樣 這是紅豆色 這是亮紅 你看那個日本國國旗 他跟大日本帝國國旗 一對照 比較亮眼的 那個就是日本國的國旗 為何說大日本帝國國旗仍然存在 十六頁八重局 這是在 那個參拜經國神社 或者是在 這是它橘紋 橘紋是代表黃 黃徽 這是黃式的徽章 因為萬事一切的大日本帝國大皇帝 永遠存在 這是 那個皇帝的旗子 這是黃徽 大正鳳凰 是目前日本國跟台灣 所要努力追求的 國際地位正常化 就是大正鳳凰 大正鳳凰的意思就是說 讓我們的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 能夠恢復 對國家 大勢的關懷 以世界責任的一個 一個關心 這是大正鳳凰最起先是 德川幕府 將 那個整個政權交還給皇室 由當時的版本龍馬 所號召的一個活動 叫做大正鳳凰 一起來檢視不正常的政治台灣的現狀 你真的知道是誰嗎 怎麼證明 前幾天我們是聽到 民主長的開幕 所講的這個 我們大概是有一個觀念在 那個身份證 能夠代表台灣嗎 他們講台灣身份證 不認識字 它上面寫什麼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網路上更誇張 臉書 公民 那張身份證上面有沒有寫公民 沒有 那為什麼講公民呢 而且還有17萬人按讚 這是洪中秋事件之後 所成立的一個 一個粉絲團 公民還是國民 要分清楚 國民 這是他們的識別證 但是因為到69年的迷幻讀化教育 白紙黑字都不會仔細看 這有一個壞習慣 他們的教育體制底下 所有養成的壞習慣 這都不看 所以才會騙騙騙 它的效力呢 是等於居留證 跟非用太勞 同等地位 那為什麼要當兵 為什麼要繳稅 有沒有問題在 有問題 跟居留證一樣 我們有看過非用太勞 外國來的 拿居留證的朋友 有參加選舉嗎 有參加過選舉嗎 有聽過嗎 沒有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去參加選舉投票 參選 是居留證的識別證 絕對不知道大秘密 是在背面的右上角被做記號 那這份身份證 我也有 14歲就發了 它很奇怪一點 現在這個上面 它有做記號 正面當然我們當然是看不到 它背面 媽媽的部分 爸爸跟媽媽的名字 媽媽名字最後一個字 你用手摸 粗粗的 它在上面有那個 可以排號碼 前三位 從000開始到180 它是顯示什麼意思 有密碼 只有他們體制內才知道 它是000自己人 然後001是什麼人 它自己都知道 所以為什麼要去一些公務機構 包括爭取自己的福利時候 它為什麼叫你 麻煩你拿身份證 那為什麼 它就是要看那一排數字 看一看 你的身份就知道了 你是中國VIP 還是台灣奴隸 一看就知道了 台灣奴隸一定是 永遠得不到他們的福利 為什麼 因為它永遠做不到的 一件事情就是 公平跟正義 永遠做不到 這邊 兩組號碼為什麼要遮起來 不可告人的秘密 你們自己知道 做記號 身份證被做記號 所以當然要遮起來 國民身份是什麼 免當兵免繳稅 免投票參選 那去參加當兵跟投票 是他們強制出來的 我們可以不用去參加 不用去投票 那種 那不是我們家的事 很簡單的一點 那不是我們家的事情 比如說像我們隔壁鄰居 他家裡人要決定他家裡的事情 我們住在他家隔壁 我們會不會跑去他們家去幫他們做決定 他小孩子要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去參加表決 不會吧 一樣的 他的兵役法很奇怪 大家上網去看 為什麼中華民國消失了 你打中華民國兵役法 你可以發現他就出現兵役法三個字 所以中華民國已經消失了 大家輕輕的看一下 他上面寫 第一章第一條要寫中華民國男子 然後為什麼不寫公民 很矛盾一點在這邊 不正常 台灣自己當局 看到瑞士的兵役法 他是正常的 他要寫公民 他們自己人 勤修好1983年瑞士制度裡面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 1983年 對啊他自己寫了 為什麼他的兵役法寫男子 騙騙騙 為何不發行公民身份證 當然他們有發行過 但是後來被 阻擋了 被美國阻擋了 因為台灣澎湖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他的領土在哪裡 他必須要回去 在這邊 他不正常的中國 他為什麼 像這一面 這個如果恢復正常的話 是滿洲國 滿盟迴障瞄遙 所組成的中國 這是不正常的國家 他當然現在是必須 等待一個機會 把他國家正常化 他國家正常化就是 至少要分裂成七塊 才能成正常的國家 那金門跟馬祖 金門跟馬祖 是本來就他們的 根據國際戰爭法規定 像剛剛一開始 第一堂課到剛剛 我們的班長 周金龍先生他講的 這兩點 大家要記住 佔領不宜轉主權 來一起唸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戰爭法的內容 在台灣戰爭史回顧一 他這上面有一句話 日本天皇仁勇 台灣所有權 美國總統擁有台灣佔領權 開宗民意在封面 最近跟你講 那台灣戰爭史回顧的 第20頁到第25頁 有講到戰爭法的規範 他是戰爭法是用以規範交戰國的行為 是當時1820年拿破崙席 提捲歐洲的佔領地為王的觀念 已經過時為法了 他是為了規範這個內容 因為很喜歡戰爭 那時候就是蠻慌 我軍事武力強 我就要侵略別的國家 佔領了 那個地方就是 永遠就是我的 主權也是我的 主權管理權也是我的 主權所有權跟管理權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兩個不同的 一個觀念 主權要分清楚 主權裡面有主權所有權跟主權管理權 要將征服者敢離自己的國家革命嗎 還是跟他組成遊擊隊跟他戰 不需要 因為戰爭法裡面有講 只要當地成立民政府 Civil government 恢復社會良好秩序 征服者必然自動離開 為什麼 因為有戰爭法的規範 這是從1820年1830年之後 全世界所共同遵守的戰爭法規範 就是這樣 你 這個國家 你只要侵略的 用軍事力量去佔領別的國家 很抱歉 他只要成立民政府 恢復社會良好秩序 征服者 他就必須離開了 包括美國 他現在是軍事佔領台灣 跟軍事佔領所有的大日本帝國狀態 像我們知道日本國是恢復自由對不對 可是他為什麼不正常 因為他是和平憲法 是由美國麥克阿瑟 根據一號命令 他把整個大日本國的範圍做處理 那日本國的憲法 他就主導把它改掉 改掉等於就是說 現在日本國是美國的一個殖民地的狀態 所以他也是不正常 因為日本國他不會比我們好 因為他是裡面還有左派 左派是由韓國 韓國人一百萬在裡面 那後面我大概會講 那台灣的話 這是有他們的難民跑過來 所以讓整個台灣每天都是不正常 亂亂亂 新聞媒體我們也看到很亂的 戰爭情況分裂 交戰國在作戰後 一方投降或要求停戰 雙風停火到和平條約簽署前 所發生的佔領情況稱為什麼 交戰國軍事佔領或是交戰國佔領 實例就是1945年10月25號 叫做什麼 交戰國軍事佔領日 來一起唸 交戰國軍事佔領日 交戰國軍事佔領日 不是台灣光復節 那現在那個教科書已經廢掉了 為什麼 我們已經不斷的講了 他如果再繼續刊登在教材上面 就是公開的騙人文件 那這個時候 佔領區叫做什麼 獨立關稅領域 獨立關稅區或是獨立關稅領域 和平條約簽署後 進入善意佔領期 這個時候 軍事政府的平民治理體系就會建立了 這個在哪裡 美國國防部陸軍總署匯編書 有一本書 他的名字叫做FM41-10 OK 那美國戰爭法匯編呢 他是包括 佔領法在內 時間是在1940年10月1號 由美國國防部陸軍總署首次出版 FM27之時 就是這樣 然後美國總統或司法部各界 處理或引述 因戰爭帶來各種解決方法依據 最高法院判決或戰爭習慣法 也會引用討論 根據戰爭法 戰爭法的法源 我們看到 有公約或條約 譬如說 1907年海牙第四公約 1949年日內瓦公約 還有國際紅十字總會規章裡面的人道主義章節等 第二個 戰爭慣例 戰爭的傳統法跟慣例法可比你為 英美的不成文法 還有第三點 美國與他國的大法官解釋文 最高法院判決 或者是聯邦法院因戰爭行為所產生的一個判例 是戰爭法的法源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領土 台灣已經陣營不是日本的殖民地 為什麼 有一個行憲造書 在什麼時候頒布了 這個年度就是換算成就是1945年的4月1號 這個造書頒布之後 那台灣人就有參政權跟參戰權 參政權裡面就是 台灣就有那個 三個貴族院的代表 跟五個眾議院的代表 還有一個是參戰權的代表 參戰權的代表是 那個張峰山是吧 他住在那個屏東 難民終歸中國福建平安島 中華民國即將返回中國 福建平坦金門馬祖 這個是最新資料 它其實在2007年就已經開始在做建設 我們大概想一下現在幾年了 2014年了 海峽號去年 它裡面可以搭載哪 300輛汽車 有去無回 而且現在我們看到它的車牌 新出來的車牌 它白色牌很長對不對 底下有三個梅花 梅花裡面放什麼東西 星星 而且去不用換牌 最新的新聞消息 不用換牌 直接開過去 那為什麼 他們難民跟中國政府要統一了 那有沒有跟 他跟本土他人有沒有關係 沒有任何關係 人家人家的事情 我們是 我們是家老闆的 學生 他們是來這裡做家的 是在收農所 時間到 他們家歡迎他了 不跟他吵架了 他要幫回去住 回去住 那他幫回去住 拿我們的東西去使用 該我們家的東西 我們要不要 恢復原狀 他是不是要恢復原狀 這個叫轉型正義 那拿我們的東西 借我們的東西 還是搶我們的東西 要不要還我們 要還喔 這個就是轉型正義 而且 拿我們的錢去用 要加利息 把它討回來 所以為什麼要40萬塊一塊錢 包括最上面幾千萬塊 那沒關係 要由專家來處理 但是轉型正義這個動作 包括壁紙 他當初 把我們 對 對 1949年6月15號 他4萬把我們換一塊 我們把換都回來 40萬換一塊 那一定有辦法的 因為我們後面是誰 我們的Background是誰 美國耶 對啊 美國他跟中國有債務糾紛耶 中國有一個將領 他講 他是跟中國政府講 他公開講 他名字叫代序 在高級班的時候 秘書長會在跟大家做進一步討論 他有講了一句很重要的經典 他說美國跟中國政府講 美國 他跟中國政府怎麼講 我欠你們債務 就像我肚子裡面的一塊肉一樣 安全 什麼意思 會還嗎 不會還 因為前面你看就知道 西班牙跟美國 美國欠西班牙錢 結果打一場美西戰爭 有沒有還 不用還了 不用還了 所以 可想而知 那中華民國返回中國 那這些資料 就是網路上公開資料 福州市城市總體規劃 整串 報金門 最重要是金門 為什麼我們看不到這些資料 新聞沒有報 他都是用 迷魂證 用模糊政策 把台灣人 騙騙騙 每天就是 黃色小鴨 姨仔 有的沒的 那個誰 高齡峰他家死了 誰誰誰死掉 這些新聞 蓋瓜過去 這些真正的 他永遠不會讓我們知道 他不會跟我們大家人講 因為我們 我們就是 賺錢在養他們 所以基本上來講這些資料 出來大家的 那也歡迎大家學員 下課之後 可以去下載 在USB帶回去 跟你的家人 親朋好友 去講這些事情 那為什麼要辦 台灣政府晶片身份證 很重要一點 今年的4月 他的那個中華卡 就會發行了 發行之後 只要使用 你就是 國籍就是中國人 你要回來台灣 就是要帶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 他回家帶禮物 馬祖設賭場 他特區叫什麼 一國兩制是什麼 平潭實願區 平潭實願區嗎 不是 我那是 要收留這些 中國難民 返回中國 他最主要意義就是 這些人 為預防 他們 在中國 整個 裡面 造亂 一天到晚 那天亂亂亂 所以全部把它集中在這裡 這等於叫什麼 平潭集中營 不叫實驗區 集中營 全部都集中在這裡 那建那麼多橋 做什麼 他如果搗亂 解放軍 可以在很快的時間 跟武警 在裡面 把整個 亂象 整個做 處理 OK 海峽 三個地方 基隆 台北 台中 都有開航 看看就好 船票 裡面 非常大 可以放300輛的汽車 而且 有去無回 這是新聞 在 今年的1月24號 中時 電子報裡面有講 台胞症 突破1萬人次 這跟我們拼 沒關係 你去 反應你去 台灣政權交替前 你必須做好以下準備 第一個 辦理美國製作 台灣政府晶片身份證 第二個 加入台灣民政府 公務人員堂越 讓中華民國 聯合政權 趕快離開台灣 今年4月到6月 台灣人 不要辦理中華卡了 有的中華卡 就證明 你是 中國人 要記得 這個電話號碼是 新竹州的 那個電話 跟地址 什麼叫恐怖組織 美國對於恐怖組織的定義 不是國家 擁有武器 到處徵兵 台灣質疑當局 完全Bingo 這三條 Bi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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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大家認識他吧 賓拉登 蓋達組織的 然後 國際戰爭前伏法 他有一個比他大隻的 正在解決 這個啦 的恐怖組織 中國武裝難民 當今最大的 國際恐怖組織 還有旗子耶 那 10月1號 他就開始了 那五個 五項判決 大家記住 那原告是誰 爛 爛 林志森先生所領導的台灣民政府 不是曾經在台灣民政府 跑出去的 美國台灣政府 還是其他外圍組織 那些假的 組織 他們可以代表原告嗎 不行喔 原告是台灣民政府 運作裡面的人 才是真正的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 The people of Taiwan 為什麼用off 從地上生長出來的 土生土長的 叫做off 那on 放著隨時都可以換位置 那叫on 所以要 英文是用 the people of 台灣 第二個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承認的政府 第三個 本土台灣人仍處於政治聯誼中 第四 台灣仍然在美軍軍事佔領中 第五 美國行政單位因主動協助 原告的訴求 控美案文件資料在台灣最終地位第三本裡面 那詳細要了解學員可以自行像 買書找而的 大姐買 只要你參與台灣民政府的運作 你就是控美案的原告 重要觀念 裡面772、773頁有講到這些內容 什麼叫政治聯誼 政治台灣的現在 我們是什麼 法理台灣 要記住 我們是法理台灣 來 一起唸一下 台灣民政府是法理台灣 台灣民政府是台灣法理 政治聯誼 這就是很清楚的一個寫照 我們感謝那個吳旭耀老師 他所畫的 政治聯誼的情況 這就是本土台灣人 先擔戰政座 現在目前的總統 這就是台灣地理東京 這都把我們訴毀訴疼 我們蹲在這裡 就是這樣 美國自己不敢違反國際法 侵害台灣人權 因此放出看門狗 中華民國軍隊 肆意施養本土台灣人 美國至今仍然說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因為看門狗 是不需要遵守國際法的 但是我們應該要追究 狗主人的責任 別忘了中華民國是藉由 美國麥克阿瑟一號普通命令 由美國的軍艦接駁 中華民國軍隊來台灣 我們要跟誰追究責任 美國啊 你要把它處理好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美國你有責任 政治煉獄的門票在哪裡咧 中華 中國難民為了延續在台灣 奴役本土台灣人特別設計的 選票支持系統的迷魂症 那目的是誤導 本土台灣人繼續支持中國難民 治留台灣 那結果咧 你投出一票 就是向全世界宣告 歡迎中國難民 繼續用奴化政策手段 走踏奔透台灣人 門票在哪裡 長什麼樣子 我相信大家都有碰過 包括我自己 這一張 就是政治煉獄的門票 你領門票就害死 在我的怕孫 害死子孫了 這在新台灣六百頁到六百零五頁 有詳細有講到內容 學員可以詳細做了解 第一點 違反戰爭法把本土台灣人 集體規劃為中華民國國民 這是傑參治 第零一二九七號訓令 台灣人有兩種 世界公認的大日本帝國 台灣人及後代 the people of Taiwan 正確的國籍是哪裡 impire of Japan 紅豆色的 1945年到1949年 流亡來美國佔領地 大日本台灣的自那難民 就是賈農民 Chinese people in exile in Taipei 正確的國籍是哪裡 China 中國 台灣有兩種 那 模糊政策下 受保護的 就是台灣關係法裡面是 寫the people on Taiwan the people on Taiwan the people on Taiwan是包括兩種人混在一起 所以為什麼不能公投 兩種人混在一起如何公投 而且公投合法嗎不合法 領那個什麼政見 識別證 要公投必須要領什麼政見 這一張啊 台灣政府 金片身分證 但是那是將來的事情 軍政時期 軍政時期 還辦不到這些事情 美國中國沒有流亡 跑路狀態的難民 跟佔領地區 戰敗方人民 人民混在一起 叫 第二點 政治電視第二點 沒有任何法律依據 將台灣領土強行納入 中華民國跟他的體制 中華民國的憲法裡面 不包含澎湖台灣 蔣介石集團變相殖民 並吞日本在台灣的財產 同時大量沒收本土台灣人的財產 剛剛那一點喔 像當初 合一日本人跟台裔日本人 我們是台裔日本人的後代 合一日本人被載回去 我們的內地 當時是講內地 其實我們因為內地政策 延伸政策 台灣也是日本的內地的一部分 那是因為 為什麼會這樣子 一個錯誤的一個認知挫殺 是因為當時 包括杜魯門總統 美國的杜魯門總統 羅斯福總統 包括杜勒斯 他一直錯誤把台灣 一直當成殖民地的狀態 也幸好杜勒斯他尊重一個人權 就是把它懸置起來 要不然的話 究竟他的和平條約 如果當時按照 開頭宣言的話 我目前的狀況會更慘 那第四點 中國國民黨公務員體制 強烈排除本地台灣人的參與 剛剛秘書長在這裡 幫發國旗之前也有講 美國國旗之前也有講到這一點 公務人員 三十六省 要抬到台人 完全不可能 將全台灣的教育資源完全壟斷 都用他們的教材騙我們 騙騙騙騙 然後讓他們自己的人 能夠獲得最好的教育 第六 長期台灣社會制度的扭曲 新聞都看得到 外來中國憲法竟然能夠在台灣運用 第七點 第八 中國人替本土台人設置迷魂症 剛剛講的就有迷魂症 讓真理和法理完全被忽視 像一般我們現在去外面講 台灣法理的時候 他們講 法理那不好 還是革命 或衝龍 像那些刷車 請給他弄總統扶椅 這樣最好用 有用嗎 去凱達格安大道那邊抗議 靜若有用嗎 法理 法理用一支筆 一支筆 就可以讓美國遵守國際戰爭法 乖乖把他的盟友送回去他的祖國 法理的好用在這裡 本土台人長期陷入私德戈爾摩陣 強盜土匪跑到我們家了 殺我們的家人 搶我們的財產 我們還要對他慈悲 這個就是私德戈爾摩陣 要用我們的法理 把這個觀念扭轉過來 政治電力正向 非常 大家都看到 不願意承認 自己是大日本國成名 最近不是有一支部電影叫做卡諾 是不是一堆人去西門町舉牌 說不願意做皇民 這些人就是中國難民 大家看這新聞的時候 看到那些舉牌的 那個就是政治台灣既有利益者 就是中國難民的子孫 舉牌那些 當然也有傻傻的台灣人去那邊舉 但是我是覺得說 他對自己身分認識不清 也是我們要努力 宣揚台灣法理 法理台灣的重要的一個目標 跟努力的一個標的 我們要努力去宣揚台灣法理 這些走錯路的 走錯房間的 本主台灣人 才能夠慢慢了解到 進一步 對自己的國家 對自己的國際身分 才能夠認同 第二點 持續支持跟效忠 中華民國 害死本土台灣人 政治戀獄關不完 關 哭 害媽媽哭 關在裡面 政治戀獄的奴隸生活 扭轉就是這些 最主要是要展現 本土台灣人 法理台灣人的一個個性 我們不要做感情台灣人 一切按照台灣法理 來做思考 因為我們是法理台灣人 不是感情台灣人 感情台灣人很容易被聳動 所以要注意 他的裡面 這些都跟我沒關係 這是中華民國的墓碑 在南京 1912年到1949年 他如果要改變現狀 必須回到南京 如果不服氣的話 把這個拆掉 把中國政府改了 我們就承認你是中華民國 當然那是不可能 共犯很多 這些都是共犯 認不認識 這些都是共犯 租房不及被宅 嚴重延誤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化的時間 他目的就是要把中華民國 流行政府 以台灣的名義 就地合法 包括蔡丁貴 昨天還在網路上講 他堅持台灣獨立 他就是要用這個方式 他是要延誤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為什麼 中國難民在支持他 這些人不要被他騙 他是在這裡 這個也是 這是傻瓜 這名字固犯 這個最嚴重了 這是違反國際戰爭法 你可以聰明一時 不要糊塗一事 一個唱百調 一個唱反調 都是在維護 中華民國武裝難民 奴役台灣 有沒有 中迷文症 看新聞要 主要要有一個認知 這些新聞 他都是在維護 繼續奴役台灣人 所以不要跟著跑 歷史原點 消失中華民國 台灣民政的法理背景 根據萬國公法 逐步完成台灣主權的建構 尊貴的明治大政昭和上位陛下建制的 1895年 七年征服 conquest 完成台灣主權的建構 1937年黃明化 講日本話取日本名 為什麼 因為政府的一些文件 包括說話 談話內容 你必須要聽得懂 日本話 所以黃明化就是 就是讓所有人能夠參與 國家大事 所以一定要會日本話 我們將來 也是要普遍來學習 我們日本話 我們的國語是什麼 日本 不能講 國語是我現在講這個 我現在講這叫普通話 那叫工具 工具 工具就是我們現在 暫時借用這個工具 華語 暫時借用它 來宣揚 但是我們最主要還是要回歸 原來正常 就是 日本話 我們 國語 OK 因為時間關於大家要講一下重點 1945年4月1號是天王造書 實施大日本帝國明治憲法 這是一個過程 這一條 你有沒有 這不是沉在海裡 這是因為高砂的土地 鈔票 鈔票 行線前 使用的是台灣銀行券 行線後 是使用日本銀行兌換券 所以 成為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是網站 希望各位學員 有空 平常 一定要找時間 每天 一定要到我們的 台灣民政府官網 一定要寫台灣民政府官網 按搜尋 一定要上官網來看文章 這裡面都有講很多 這是平埔媽媽 有沒有看到臉孔很熟悉 我們平地人 我們是平埔族 我們不是唐山公的孩子 昨天 我們看到 聽到那個 潘又謙潘先生的課程 我們就知道 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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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思想的讀 去解讀 政治台灣的迷魂症 然後用法理台灣的觀念 台灣法理的觀念 去宣揚我們法理台灣人 用台灣法理去宣揚法理台灣人 的觀念 把所有本土台灣人 中迷魂症的這些本土台灣人 倒歸正途 走到法理的正確道路 這才是真正我們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的 主要的努力目標 今天用課程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各位當心 我們